影帝过富城跟影后杨千华首次合作拍摄新电影《卖路人》 8月26日,两位演员现身香港土瓜湾为新片举行开机仪式 同片的还有私生艺人万子良跟影后抱起劲 杨千华表示,这次的题材主要是讲述地道香港文化中 一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,他们所过的生活 作为演员,则是去体会那种未曾尝试过的艰苦 而过富城则声称金融财俊这个角色自己从来没演过 但是在看到剧本时,已经觉得很好很感人 所以推了其他的工作答应接拍 希望可以令大家关注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打造一个写实性的电影 并且为了投入角色,会尝试不吃饭 挨饿去体会角色里的人物感觉 跟千华合作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因为第一次合作 它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可以把 这个麦路人 大家的一种 所谓的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同事天涯 沦落人 然后走在一起 然后把每一个故事 然后慢慢地去讲给大家听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电影 嗯 另外这次是拍摄香港本土电影 旨在支持新导演 推动港产片 那片酬方面可能都不会太高 不知道郭富城和杨千华 对除劳方面是否满意呢 我觉得这个是少成本大智慧的一个电影 我觉得智慧的大比那个浅 那个意义更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支持一下 推动一下香港电影吧 你们说你们就是电影公司 你想多少就多少 嗯 对我们没问 嗯 因为真的是支持新导演 对 继续香港电影 这个是我一直的心愿 嗯 要提拔一些新导演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 woh 嗯 看下来 感谢观看